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在变 景物在变 人也在变 但唯独那颗想要成功 想要成为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欲望 从未变过 时间的滚轴在周而复始地运转着 毒史可以明鉴 枝骨可以建金 总会有那么几条定律经历了历史的变迁 存活了下来 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如果说一定要给年轻人两条建议 我会选择曾国藩的这两句话 利可供而不可独 独立则败 谋可寡而不可重 重谋则谢 因为太多人吃亏在这上面 包括我自己 人心趋利避害 有利益好处的地方 往往大家都盯着 如果有人独占了利益 而不与大家分享 那么一定会招致怨恨 甚至成为重视之地 带来后患 结果就是通常说的 独立则败 所以一个人面对利益 要懂得权衡取舍 拿自己该得的那份 甚至有时候为了避免后患 舍弃部分自己应该得的利益 纵观历史 懂得共利的人 其成就往往大于独立之人 比如说项羽非常为人吝啬 宁愿金银财宝 在仓库放着 也不肯奖赏给手下将士 不得人心 而刘邦为人大方 大肆奖赏手下用功将士 深得人心 将士的激情也高昂 因此最后刘邦打败项羽 也是注定的事情 正所谓是 得到多助 师到寡助 事业 陈胜穷苦的时候 对身边小伙伴说 够富贵 无相忘 等他自己真的发达富贵了 之前的朋友来找他 他却把老朋友都给杀了 因此大家发现 陈胜这个人薄情寡义 也慢慢疏远他 最后陈胜被自己的车夫装甲所害 令人唏嘘不已 成大功者 不谋于众 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 三个臭皮匠 顶一个诸葛亮 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 即便是一百个平庸的臭皮匠 在决策上面的优势 也不顶一个优秀的诸葛亮 就像公司开会 几个不专业的人坐在一起商量事情 倒不如一个专业的管理者 自主做出决定 就像战国策所说 成大功者 不谋于众 战国策中 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 秦孝公觉得 还是与大臣们商量一下为妙 这时商鞅说 成大功者 不谋于众 也就是说 一旦反对变法的那些人事先知道 就等于自己的计谋 暴露在对手那里 自己就会成为众师之地 即便大家阵营一致 也不要让太多人参与你的决策 看准去做就是了 如果和别人商量 反倒麻烦 如果别人见识低下 心胸狭小 气度平凡 必定不理解你的想法 七嘴八舌会动摇你的意志 也会破坏你的信心和情绪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淡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这三个和尚的故事 也证明三个臭皮酱 顶个诸葛亮的说法 根本站不住脚 三个臭皮酱在一起谋划事情 最后很有可能会打起来 任何谋略 本质上都是一种假设 是在不确定性中 寻找相对的确定性 人们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想要用更多的信息 去驱散不确定性 但殊不知 只有有效信息 才能驱散不确定性 而有效的信息 从来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急于咨询追问答案的人 要的不是答案 而是想透过某种确定性 获得安全感 当你不耻下问 把决策 谋略 判断 分享给他人后 大概率只会收获到一些噪音 做这件事情的人 和不做的人 信息是不对等的 你问不做事情的人 并没有什么用 当你向别人寻求建议的时候 往往意味着 你要做出决策了 而决策本身 所需要具备的前提 你所请教的 不一定都具备 而且很多背景信息 都是当事人自己才知道的 根本表达不出来 也因此很多时候 别人的建议对你的决策 很难有实质性的帮助 做同一件事情的人 信息对等了 但同意者相赠 他不给你出馊主意 就不错了 目标一致的人 往往成为竞争的对手 都想截足先登 唯恐他人得到 而自己得不到 所以容易 相互产生敌视的心态 正所谓同行是冤家 有好的策略 同行也不会告诉你 把你忽悠瘸了 才是符合他利益诉求的做法 正所谓 事已密成 予以泄败 成年人想要做好一件事情 首先要的不是咨询和求教 而是隐藏自己的动机 学生时代提不会做 书看不懂 完全可以敞开动机 去大胆求教 但当你不如社会之后 做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和利益挂钩的 是零和博弈 是你获利 别人就可能失利了 即便你觉得 你倾土的这个人 利益不相干 但是他会不会泄露 给利益相关的人 就不是你能掌握得了了 决策是否正确 关乎智慧 三国演义中的董成 就是一个例子 董成四处游说 文武能臣 要拿下曹操 刘备 仲姬 吴子兰 王子福 甚至董成的小妾 都知道他的密谋 董成自以为滴水不漏 谁料他的小妾 与家奴 秦庆彤 暗通款区 秦庆彤出于旧恨 立即跑去 向曹操告密 结果何想而知 一干人等 都被曹操杀害 在今天 就是工作生活中的 一些决策 也不必四处宣扬 唯恐众人不知 很多事情 要低调地去做 不要太张扬 因为只有低调 不张扬地去做 阻力才小 障碍才小 等事情做起来了 有些可能的障碍 无形中就消失了 决策是否正确 无关道德 而关乎智慧 而智慧 从来都是稀缺品 淮男子人间训 经万人条中 不能彼之律 成德之者 一人而足矣 很多时候 所谓群策群力 不过是一种口号而已 有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 真正的群策 是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决策 给出专业的建议 而非所有人 都一拥而上 七嘴八舌 这个参与群聊的门槛 是很高的 所以现实中 大多数情况 是独策群力 这样虽然不太民主 但却高效 所以人 你一旦有了一个想法 不要急于获得他人的认同 事情做成了 他人自然会认同你 立功立德立严 立功是第一位 立严是最后一位的 更不要把你的动机随意吐露 如果是一种吐露真心的策略 那无可厚非 如果是情难自尽地想要吐露 那你就可能不太适合做大事 做不到以上两点 最后因他人的噪音和泄露 导致决策失误时 就请不要怪别人 其实这就是一面镜子 折射的是你对自己的不满 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选择和能力呢 最后我想说 谋不可重 并不是大家要闭目色听 独断专行 反而是那些于是犹豫不决 需要别人认同才能行动的人 才需要明白 可管而不可重 可以集思广义 但不要让太多人参与你的决策 尊重普通人的话 参考专业人的意见 最终自己做决定 因为最终能够负责任的 只有你自己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